四大天王里,张学友唱功最好,刘德华演气最好,波护城武艺精湛,可要提到黎明,你能找到他的特长吗? 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有的人会说,他是全能,有的人会说他最帅,但这些都是粉丝或者个人的看法,那么黎明是怎么混入四大天王的队伍中的呢? 说黎明是混入四大天王,说实话真的有些过分,在这四个人中,最为内地网友忽略的天王,恰恰就是这个内地天王黎明。 要说黎明的娱乐圈之路也是比较坎坷的,十几岁的时候偶然被星探发现,参加歌唱比赛,他拿了冠军,第二年又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,他拿了季军,黎明的出道就这么简单,而当时他能拿名字也并非是他唱的确实好。 评委在后来表示,他长得帅是给他加分的重要原因,一年后,黎明与他与刘青云、李伟贤合作,主演电视剧《人在边缘》,让他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。 也是在那个时候,一直统治香港乐坛的,是谭永林和张国荣相继离开,让当时的娱乐圈急需找到下一代顶尖人物。 当开始先是张学友和吕芳,被誉为歌坛双子星又有张学友、刘德华、黎明,被称为保利金唱片的三剑客。 直到郭富城反感发展,四大天王才逐渐被大家认同,可能在很多网友心中,比起其他三人,黎明就好像充人数的存在。 但事实并非如此,黎明的实力是经过市场认可的。 从1990年,他的第一张专辑《李昂》开始,黎明就是唱片界霸访的存在。 在之后的十年时间里,他拿遍了各大音乐奖项。 音乐事业爆红之余,黎明还顺手拿到了金马奖,这也是四大天王中第一个拿到该奖,同时又是年龄最小拿到金马奖的天王。 边风时期的黎明,其实是四大天王中最耀眼的一个,当时的他不仅仅是大众眼中的明星,在很多明星眼里,他也是偶像般的存在。 当时的很多韩国明星就公开表示,他们的偶像就是黎明,而这些人包括金喜善、宋慧桥、尹恩慧、调志印、艾优等等、影视哥。 三面开花的黎明在各方面都是四大天王中的老大,甚至在情感方面也是颇为苦恼,曾经就有媒体去采访他。 因为那个时候,基本上被称作女神的女星都与他传出绯闻,而在两个小时的采访后,记者都蒙了,给了这篇报道一个代号,黎明带你游花园,而其中有一句话是黎明的反问,为什么女人喜欢我? 说黎明没有存在感,其实也没错,因为在千禧年后,他已经不红了,就像曾给给四大天王让位的谭永林和张国荣。 他是第一个把重心放到家庭和其他事业的天王,在曾经的颁奖便利上,他不断拿奖连回到座位的时间都没有。 在他友谊退出之后的那年,黎明一个奖都没有拿到,很多媒体围着他,问他是不是失望? 黎明回答,没有,现在是天黑,明天天亮,黎明又出现了。